先开始在调整这个动作的时候 好 自己体会一下 把膝关节往外再打开一点 对 自己慢慢的去打开 自己慢慢的去打开 然后脚跟做一个足位区 大小腿略小于90度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手往前撑一点点 手一看 斜45度方向向后撑着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记住了 不要耸肩 好 把头伸出来 听懂吗 一定记住 把头伸出来 胸拔住了 在这个状态下 挺胸的状态下 去往后推 就是一定要记住了 把胸挺起来的状态下 往后推 往后拉伸 这个时候能够更好地拉伸我们持骨肌 拉伸到持骨肌 就是持骨联合靠前端的肌群 持骨联合靠前端的肌群 一定是胸拔住来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翘臀 一定要挺胸 臀部不翘的人 胸位不挺 发现没有 就是它的骨盆 其实跟肋骨 它是一个叫齿轮模型 骨盆前倾就伴随着肋骨外翻 骨盆后倾就伴随着肋骨内翻 懂吗 所以说你看 妈妈臀 骨盆都是后倾 往前推 胸就是含着的 后背就厚 年轻小姑娘 她就喜欢前倾 胸就挺着的 后背就薄一些 懂吗 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胸拔的时候 就把体型改过来 拔住了 胸拔住了 往后推 不要出现 你看这个时候你的后背 就不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 如果说做这个动作 先伸宽的话 它做的感觉不是很好 你可以尝试一下直腿 左腿伸直 或者这个腿 今天这个腿 这个腿伸直了不动 骨盆稳定 吐气往上抬 整个腿往上抬 好 吸气放松 吐气往上抬 吸气放松 落下去 吐气往上抬 直腿抬 直腿抬的话 就是减少大腿 骨二头肌的发力 就只有臀大肌的发力 伸宽的时候 往上蹬的时候 大腿后侧 包括骨四头肌 会参与更多一点 直腿往上抬 就更孤立 只是臀大肌在发力 懂了吧 所以直腿往上抬的话 上不了太大重量 好 就是